霹靂星球爆炸了 霹靂貓成太空船 逃出來 我們有最聰明的神貓 快動作的寶貓 有乖貓 小海貓 還有霹靂貓 往事貓 土龍大星變成大 歡迎來到不良大叔 沒有成為自己想要的大人 今天是不良大叔第11集 巧希姑娘 小甜甜來 剛剛來唱什麼歌 因為有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在幹嘛 沒關係 我們就想唱啊 你說知道就知道就好 不知道就不知道 不知道不會去查 字字為字字 不字為字 四字眼 其實今天我們是在一個很大的危機 因為明天阿智要去尼泊爾 所以禮拜一他不會在台北 所以你就要承認正式錄播就對了 所以我們只好在禮拜五的晚上 現在9點半再錄 但我必須講 因為我們怕沒有Feel 就是我必須講 以前直播就看到 一堆直播 好幾百上千的人 然後我現在三個這邊演 腎上限速會分泌這樣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把上禮拜 那個成千的人的投影出來 那你也知道是假的啊 沒有 重點是我們心裡知道是假的 是我們心裡 所以今天我就沒有那種 很多人看的時候就沒有那種 腎上限速會緊張 對 但是我們自我要求 對 我們自我要求 畢竟我們是受過 我們是Pro 對 所以 沒有人看也要High 對 知道嗎 嚴格的迪士尼的訓練 今天不High的是小狗 不High的是小狗 我 不High的是小狗 剛剛又是貓又是狗 現在是怎樣 雖然沒有直播 但是不是Live的 但是不High的是小狗 剛好發現 不是直播 還比直播還High 沒有 重點 那以後就不直播了 那以後就不直播了 好 所以 重點是我們那個 我們的導播 也放假去了 所以現在這個空間 就剩我們三個臭男 尬聊 假裝在直播 我們是個Pro的藝人 對 對 就是我想到以前 那個過年節目 對 也是大家錄著這樣 跟Live一樣 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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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為什麼這麼多歌 跑出聲 然後 但是後來才知道他們是 一天然後錄了好幾集 然後每一集感覺 都是像跟新的一樣 那就是專業 可是人家人很多啊 沒有 有一些攝影棚 是沒有人的 而且各位不知道 有沒有去過攝影棚 攝影棚很冷 知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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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會冷到 就是會很僵硬這樣 對啊 所以 對 我每次節目 我發現我都有一個好消息 要帶給大家 那錄這個節目對你很好 是因為 每個禮拜都要想好消息 你的好消息 不會是你要去尼泊爾吧 不是 不是 還好你沒有講再婚 再婚是一定要的 好 那個 就是我自己聽 我就會發現說 我都 每個正向正向 要給大家好消息 那各位記不記得 我們上上級吧 我們說我們要挑戰嗎 已經10級了 然後我們不是有發出說 對那個 那個 全台灣那個 總統候選人 欸 真的 下戰帖 不是下戰帖 這樣子人家不敢來 既然有人 對 真的有人來聯絡了 所以 我只是 警告那些 沒有聯絡的那些 候選人進辦 你們自己看著辦 就是 你知道來不良大叔的好處是什麼 就是 講錯話也不會被罵 對 而且 比較像一個人 不用在那邊 反正你是說他不像人嗎 欸 你比較有人味 對不起 有人味 就是 他們去其他地方 都是剩狗味跟貓味 皮梨星秋寶 知道了 好 我要講的意思是說 來我們這邊 我們還是用不良大叔的口吻 我們不會在那邊 假裝訪問什麼的 沒有啊 就是要來談你 高中奪北藍嘛 對啊 你說過什麼糗事 但是我還是會假裝訪問他 為什麼 我就想這樣假裝啊 你幹嘛假裝 你就做自己 你就是他講什麼 你就吐槽他 多人就吐槽他 我這個人就是 看到他們 我就會開始假裝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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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做自己 但是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接下來 可能你們會看到 蠻不一樣的 不良大叔的節目 然後真的 會很不一樣嗎 一來不管什麼人來 我們都是一樣 但是總可以聽 對待他 我們會很自然的對待他 對啊 就是 他幫人拉倒 我也不會去特別去 批誰啊 沒錯 這是重點 我們還是做這樣 他就是站在後面 他站在後面 這就有點過分了 這就有點過分了 不然怎麼會一樣 一樣就是說 座位小小 不要整一下 我們的態度跟風格 不會變 如果你不想來 那就拉倒 我想說 他來 他來對不對 我們還是做這樣 他在後面做咖啡 這樣 好了沒 好了沒 咖啡快點啦 好是咖啡就這樣 你我就做總統 哪裡 笑好會太囂張 就是這個態度 就是說 不咖啡就跑不了 還想怎麼成家 你成家治國平天下 對 沒錯 所以我覺得 我們要學 我們會保持 不良大叔的 宗旨跟態度 所以他們來 就是在後面爆開 所以我剛剛講的人位 就是這樣 就是說 我希望 有一些不一樣的一面 可以透過我們 這樣子的聊天 呈現出來 所以 沒有啦 也想要了解 他們真實的一面 對啊 因為從來也沒有講過說 不然大家都在 記者或什麼的訪問 每次都在講那些 大家都很ㄍ啊 那到底 他平常到底是什麼樣子 他也是個人 他一定會叛逆 他一定會弄教官嗎 這我就不知道了 我覺得沒有弄教官 學生 連Benson這麼優良的學生 他都有弄過教官 我只不讓他弄而已 所以他沒辦法選總統 是這樣嗎 所以要很乖才能選手 我不信 只要是人都一定會犯錯 一定會做一些 跟人有關的事情 所以最後還是跟那些 沒有跟我們聯絡的進班 哈哈哈哈 我覺得歡迎你們來跟我們接洽 然後 呃 我們 一定可以勾出 另外一面的他 這樣子 喔喔喔喔 都是大叔嘛 那時候不小心來我們這邊 臭幹六嚇 為什麼 平常都是 哇都是 就很文雅的 來來來 我覺得他幕僚應該會瘋掉 不小心就臭幹六嚇 所以幕僚你們要自己想清楚 就是來這邊 我們就會希望一個人 牙起來 不小心牙起來 那我也沒辦法 那個布 點點 我會說什麼 你是在地上擦水 你在擦什麼 他會把我BAN掉 把你BAN掉 就是那些男人的布 BB 好所以 這個是好消息啦 所以敬請期待這樣子 喔 所以這禮拜 在 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有稍微變瘦一點 你瘦多少 我瘦了6公斤 對一個 上次有講過是不是 沒有啊 上次有講過 沒有上次本來要講 但是後來沒有講 6公斤 你開始到現在 對一個100多公斤的人 減掉6公斤 也是十分之一的 你是從多少 減到多少 我好像從93點多 減到現在87點多 那多久的時間 大概一個月 尾外 一個月 減6公斤還蠻厲害的 對 還是要謝謝 黏醫師 還有謝謝Benson 介紹黏醫師 因為他跟我講了一句 你知道嗎 人就是要有榮譽感 他就說 你不要找到我的招牌 我到現在沒有失敗過 你知道那個 那個對我壓力有多大嗎 那你就要跟他說 總是有個開始 對嘛 人生總要跨出去 對 失敗為成功 然後你就要跟他說 黏醫師 我跟你講 你要走出你的舒適圈 是這樣嗎 對 我們先介紹一下 那個阿志強的黏醫師 也是我好朋友 就是那個 好心肝診所的 可是他等一下 你這樣講 他悶者已經滿了 你這樣講 好心肝診所 黏小青 黏醫師這樣 還有厲害 他也常常上飛碟電台這些節目 這個定期會去講一些健康的知識 因為他就是很厲害 就是幫大家減脂保肝 這個是我們中年人也 必須面臨的一個課題 對 所以 沒有我就覺得 因為 我覺得 人就是這樣子 稍微有點下來 然後開始就會 更想要 就有一點點小信心了 你就是想要回復 我以為說又開始要吃澱粉了 沒有 你目標是想要回復你高中那張照片 回不去了 對不起 但是我要講就是說 所以你這輩子減重過多少次 嚴格的 上一次是什麼時候 上一次是結婚前 要拍婚紗照 那是多少減到多少 那時候我減很多 那時候三個到九 你從多少減到多少 我最胖到一百出頭 然後 你結婚前的時候就一百出頭 我有到一百出頭過 那你太太對你是真愛 你太太就喜歡你那一百多 還是喜歡你這種 結果你還剪下 沒有 我要先講一個 你就是因為一直瘦下來 才導致婚姻破裂 哪裡破裂了 沒有破裂是不是 亂講 沒有 就導致婚姻有一點裂痕 沒有裂痕 導致婚姻有一點縫 沒有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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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應該是說 那時候因為要拍婚紗照 然後 因為大家想說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婚紗照 就是大家都覺得很重要 拍完 從來也沒有拿出來過啊 我那個時候也是 你不是說到垃圾的時候 我那時候去拍婚紗照 然後 以前的婚紗照 他也蠻 他們也 我覺得他們也蠻奸詐的 就是說 就是你要選照片 然後再加錢 他才會 一張照片 多少錢 然後選那個照片 他才會給你 婚紗 那個 元檔 數位檔這樣子 那時候就想說 也是覺得 就一輩子拍這一次 對不對 就是這樣 對 你有可能會再 你還是拍第三次 等一下 我是真的 我是真的就是覺得 這輩子一次而已 你不要隨便附和我好嗎 對 你還是要把減肥減下來 我就沒什麼資格回應你就對了 你還是要把體重減下來 因為你可能還要拍第二次第三次 不好現吧 謝謝你 所以那時候我就想 一輩子就挑 就挑 就挑很多張 搞的 我那時候也不便宜 以當時的價錢 我沒有 那時候挑了很多 好像五六萬 然後會裝框 會有大小 基本那時候好像三萬多 二十幾年前是三萬多 那很貴 那時候我挑到五六萬了 對啊 結果靠 就像你講了 到現在 從來沒有拿出來過 結婚完 沒有一次打開來翻過 我記得是翻成衣櫥罪裡 對 然後搬家的時候也很麻煩 丟也不是 你丟幹太太 你也不知道太太怎麼會想 對 所以太太會說 你連問都不敢問 但是 你問他這可以丟嗎 他說靠 你要給我丟 搞不好他想丟 但是 兩個彼此都不敢講 這樣子 所以你也不能 所以也不敢丟 然後小孩翻了來說 這是誰 對 我兒子每次說 寶貝這誰 他說 為什麼跟我媽咪那麼好 沒有 他連他媽都忍不住 然後你小孩有沒有說 他說 為什麼要放兩個不認識的人 然後這麼大張放在家裡 我以為 我以為你兒子會說 你小孩是故意弄你的是不是 沒有他很小的時候 我以為你兒子會跟你說 爸比您可以老實告訴我 誰到底才是我的爸比 誰到底才是我的爸比 你可以告訴我 親生父親是誰嗎 所以你那個時候 100多 多少公斤 撿到多少公斤去拍婚紗 我好像撿到 79 80之前 那還是很大隻 沒有 可是我要講 你一次看到我的表 我本來以為我那個表很 我要透露一下 我要驕傲一下 Benson 你講你自己的就好 他看到我 他說你是猛男 就是我肌肉量其實是非常高 佔百分之七十幾 所以肌肉會比較重 所以我100多的時候 大家會說 你看不出來100多 看得出來 看得出來 不是 你這就是 就是把人家的安慰 當作真的 對 原來肌肉量70幾 你已經100多了 你覺得我們兩個還要跟你說 這個太胖了 不會 我們就只能說 還可以 看不出來 我們因為我怕很難過 沒有 是真的看不出 就像我們在學校的時候 都會鼓勵學生說 你只要認真 考多少這種東西不是重點 過程 學習的過程最重要 但其實成績還是很重要 他媽 很多學生 就出來外面 就以為說過程很重要 到外面上班了 時間到 我說 我做東西咧 明天要給老闆 總監 他就說 過程 你們在學校不是教我說 過程比較重要嗎 然後我就說 所以你的意思是 我明天去跟老闆說 過程 我們就弄不出來 就弄不出來 因為他沒有學 過程他沒有學習到東西 過程我們都有 你要怪誰 還是你教出來 是你自己教出來的學生 那老闆 我說那老闆就會跟你說 發布是薪水喔 但工作過程我們都有啊 好啦 他轉個彎罵我 對 就是說你以為 人家說你很 就是你要分得清楚 人家是安慰 還是實際 好啦 我的目的只是說 我的肌肉量比較多 所以肌肉反而就比較重 但是應該是說 如果我要減到 一般的合理體重 是不太可能的 因為肌肉很難 現在就開始在找理由了 好 那我也要講 我要跟學生講的意思就是說 從學習的角度來講 當然最後 那個結果是怎麼樣 對學習這件事來講 它不是一個最重要的 是這個學習的過程 你真的有學習到東西 所以就學習來講 過程當然是重要的 到外面 所有事情都是看結果 我不能說 你這樣不就是價值觀錯亂 不是 在外面 如果只要煮牛肉麵來講 我們去一間牛肉麵點 牛肉麵它出來 我付了錢 最後端了牛肉麵說 不好意思 我們那個過程都走過 但煮不出來 所以 那你捏客訴 可是 對於如果我要教他煮牛肉麵 那個牛肉麵的過程 就比圓筆最後沒有出來重要 因為至少你知道這樣不能這樣子 不同的角色跟環境 其實意義不一樣 所以如果當你把這兩件事搞混了 當然你就會覺得說 你怎麼跟我講的事情不一樣 那這個跟我減肥怎麼關係 對 就是沒有關係 我只是想講這一段 不好笑 不好笑 但是應該是說 我覺得減肥應該是蠻多人 一生的課題對不對 我這輩子 我這輩子 那這輩子一生的課題就是 教人家怎麼做數學 又來 我那以前是很瘦的 那開始 我變胖最多的 是哪時候 大概有三次 一次就是 碩士班寫碩士論文的時候 寫碩士論文 那兩三個月就是每天就是睡醒 就寫然後就吃 就吃 之後就寫再睡 那時候是寫二十幾 就二十三 二十四歲 所以那時候就 哇 胖很多 可是那時候代謝是比較好的對不對 然後 然後我後來就去當兵 當兵陸武遜 很超 我剛好運氣也不好 遇到一個最機車的 我們那個陸武遜最機車的連 的連長 然後 而且像以前我們那個 一個部隊一個連 會有一個 會有時候器材班 因為那個時候 就之前有人中暑死掉 所以那時候從我們那一年開始 就是長官非常重視我們外面 有沒有喝水 然後所以去就是 哇 那像那個 汽油桶那麼大的 裝慢慢的 裝的就是那種 手提的那種桶子要裝水 然後每一班要喝一桶 所以 所以我們有 一定要喝完 十五桶的水要帶去野外 OK 然後那個水很重啊 所以就是要一個器材班推 教材 教案 教材 教案 都器材班 其他的連隊都是 器材班是每個班去輪的 我們那個機車連長就說 我們第五班 就永遠都是器材班 然後 我還記得我們第一次上野外 第一次推水 所以就推了那個車 然後我們就九個人推 然後那個野外的路很不平 很難推 對啦 光是從我們的營區 走到那個訓練的地方 又走了快 五十分鐘 這麼遠 真的遠 然後出操完 我在那個台南 木架山 出操完又再走五十分鐘回來 我那天晚上就是 掛冰了 不是 我那天晚上躺在床上 我真的不誇張 我只要連呼吸 我連呼吸 都會酸是不是 身體都痛得要死 就是 你只要有一個肌肉牽引到 就痛你知道 然後我就 這種日子過了整整八個禮拜 八個禮拜後 超精壯 就瘦了八九公斤 就很誇張 但是最後就瘦回來了 後來我又 下部隊 下部隊又不一樣 下部隊我當軍官 半夜都是 就爽了 泡麵 半夜就離開營區 去夜市吃 吃宵夜 雞排蒸台 就這樣子每天吃 蓋過又胖起來 所以 苦巴粥換來這個還是可以的 還是可以的 可以的 那我後來又胖 第二次又胖很快 就寫博士論文的詩 我只要寫若文的詩 就會變胖了 然後就是這樣 然後後來我就 胖到那個時候是 那是在美國嗎 美國 那我75公斤 那時候是胖75 76 那已經是我的 你最胖就75 76 75 76 那我後來回台灣 因為我博士論文 因為我就是那時候 台大已經給我教職了 就是叫我一口試 一筆結束 馬上就回台大報大 一回台大報大 就要去體檢了 然後體檢 醫生就給我量 然後就體檢之後 就量我的血壓 所以我的血壓是140 那醫生就說 你這個血壓高 在邊緣 他說這樣子不行 這樣子要開始要控制 他說要控制要降下來 我說要怎麼降下來 他說叫我減重這樣子 那因為 那個時候我的腰圍好像 因為我在美國一直很放心 因為我在美國買 我跟你講 買褲子都散 我跟你講我在美國 根本就覺得自己這個瘦子 大家都很胖 而且還不只這個樣子 我覺得還有一個問題是 我在美國我都穿 34腰 35腰 因為美國的腰 就是美國的34腰是騙人的 他其實不是這個34腰 他其實是 那是快樂腰 對 他們那個尺寸都跟我們不一樣 對 就是像人家 打棒球測速有快樂錶 球是會這樣 然後那個美國 還有飆車有快樂錶 自己會加嗎 對 台灣 那美國的褲子就是 快樂褲 其實他應該是38腰 甚至幾腰 結果我去那時候75 76公斤 然後體檢 醫生就說 你腰圍有點 然後又說什麼腰圍已經 太大了 38還是30幾 你怎麼可能38 37還是38 那時候他就說要 破表了 要減 他說要減到什麼 36還是減到多少 就是在100以內 要100公分以內 才安全 所以就大概33 對 然後就 我想說就減了 可是就很難減 因為我有吃香菇的習慣 晚上差不多到10點的時候 肚子就開始 就很餓 不吃就會很不舒服 我們家全家都吃 所以就很難減 但是 剛好就過了一段時間 有一次我中感冒 那次感冒真的很嚴重 就是我大概有一整個禮拜 食慾都不好 都不想吃東西 又收下來了是不是 不是 然後我都不想吃東西 可是 後來感冒好了以後 晚上10點那個時候 我也不會想要吃宵夜了 就習慣了 後來發現說 原來那個是個習慣 就是我可以不吃宵夜 只是嘴殘而已 對 就是嘴殘 或者是習慣 只是習慣 那以前一直以為說 好像是我不吃 身體就不行 其實不是 我後來才發現說 原來像我那一段時間 都食慾不好 然後有一段時間 都沒有吃宵夜 然後好了以後 我也不會想吃宵夜 然後我想說 靠 剛好趁這個時候 戒掉宵夜 戒掉宵夜 那乾脆就這個時候來撿 但是我第一次撿 我覺得我太極端了 那一次我覺得 太極端了 非常極端 但我每天都有運動 就騎健身車 每天都騎健身車 騎30分鐘這樣 然後我很極端的是 我完全不吃澱粉 一點點澱粉都不吃 這個其實有時候太極端 因為你 電腦都不吃 我14公斤 14公斤 14公斤 從75 減到61 61 61太瘦吧 然後我酷腰 那時候就是差不多31吋 30吋 然後我媽媽一直說 太瘦 然後我就覺得說 他屁 他不懂 我就 反正我上次講過 我媽媽越講越講 我就越要變瘦 但是有一天 要撿回28要 但是我有一天 終於發現問題了 就是有一天就是 我那一天 中午五月 跟我的研究生meeting 討論研究 然後我們討論到一兩點 所以我中午沒有吃 要你沒有吃 我想說 就應該去學校福利社買 去買吃 學校有便利商店 全家 我就在台大全家裡面 又拿這個 這個東西 700卡要放進去 吃個餅乾 真的很好看 那個500卡要放進去 就拿 然後我跟你講不誇張 我在裡面 逛了超久 逛了20幾分鐘 拿不到東西 我沒有辦法決定 我要拿什麼東西 最後拿了一杯優格 優格那個熱量很低 那100多卡 你是有強迫症吧 沒有 我後來離開便利商店 我就覺得 有問題 這已經病態了 這已經有點像驗食症那個樣子 就是說 我說這個 什麼這個都不吃了 不吃了 連要吃東西 這個慾望 都已經被壓制 我覺得這樣下去會出問題 所以我是從那一天開始 我就恢復 就不太健康 還是要均衡 所以後來大概從61 又彈回到65這樣子 那個時候差不多是 31 32歲 然後後來就慢慢的到40級 其實我都一直控制在 後來就是 從65 到71 72 這樣 我一直控制到71 72 然後我後來又變胖 就是敗在疫情期間 結果疫情的時候 以前我都會控制自己的飲食 然後疫情那兩年就想說 反正在家裡 我就想說 剛好都已經世界末日了 還在控制什麼 還在控制什麼 什麼可以吃的不能吃 幹都吃啊 就 就那疫情那兩年就什麼都吃 冰淇淋啊 冰棒啊什麼 然後 我前陣子很常看他一直po冰棒 然後就什麼 冰淇淋 裝淇淋 然後蛋黃酥 然後反正 蛋黃酥最恐怖 後來就 我後來到77 78 那你在你人生最重的時候 這是我人生最重的時候 再來就是都 有到79 再來就都莫宰陽了 沒有 其實莫宰陽不太會胖 莫宰陽就是肉 因為他是肉 他沒有吃飯 對啊 那我自己心裡面有個新病 因為他最胖的時候 是我最瘦的時候 加油 但是我那時候 我覺得我又有另外一個 心理的一個問題就是說 所以我剛才講前面講是 減重不能太極端 對啊 我覺得我第一次認識運氣 就是說 還好身體沒出大狀況 那個很極端的 但是 甚至到後來就連吃東西都不想吃 我覺得那個 回想起來那時候很可怕 那時候也有病態 還好我那時候就果斷 如果真的變成厭食正利就知道了 對啊 所以我就果斷中止 然後後來到疫情 這個78 79 就是 就人生的巔峰 那我其實又有另外一個 一直沒有去面對的一個問題 這其實很不應該 就是我一直都沒有做健康檢查 像我們自己的公司都 都有員工免費健康檢查 但是 你都逃避 我們員工都免費健康檢查 但是我都沒有去 因為 其實我有點鴕鳥心態 就是說 眼不見為盡 因為我同時間創兩個業嘛 就是Pagamo 這家公司 那時候已經幾十個人 很多人嘛 對 然後又創這個實驗教 無戒俗 也是幾十個老師 對 對我來講就是我要扛這幾十個人 就家一家也都是 你說萬一我驗出個什麼 然後我在這兩個都是火車頭 很多事情都要靠著我去帶動 我如果驗出什麼很多紅字 或是驗出什麼病什麼問題 而且我自己生活 作息又不是很健康 很多人都在臉書上 都看到我2點3點都還沒睡的 所以我就覺得 他是真的這樣子 所以我就覺得我去醫院 應該會有很多紅字 那一旦有紅字我就 你就會阻礙你充實的道路 他不習慣成績單上有紅字 對 他以前到現在沒有看過紅字 我這檢查要100分 他有一種潔癖 檢查出來 他去找那個醫生說 是不是你寫錯了 我怎麼可能 沒有 就是像阿智講 就是說對我來講 我就會覺得說 我如果有很多紅字 不管是我自己給自己壓力 或不然就是 你怕火車頭 我這個火車頭就沒辦法衝 我如果沒有辦法衝的時候 那整個我覺得這兩個創業 那乾脆就不要去這樣 他就不去 所以我就一直 都沒有一直講說 等公司比較穩定 或公司怎麼樣 我去面對 我是一直到去年 那個好朋友 就是台大醫院 在蔡甫上蔡醫師 一直跟我講說 他就說你一定要去健檢 他說你已經快50了 他都沒有健檢 就不OK這樣子 然後他就叫我去健檢 然後 那因為我也覺得 也很感謝那個 好心肝 那個許金川 許醫師 因為他 他自己也是台大的 這個教授退休 榮譽教授 他就覺得說 台大其實有很多的教授 教職人員都 壓力很大 也沒有好好照顧自己 所以他就 就募了一筆錢 就是說可以讓台大的教授 是喔 就是每年有多少名額 可以去做 做健康檢查 然後我就剛好 那一年度還有這個名額 我就去報名這樣子 然後去就驗 驗很多這些東西 然後驗血 驗什麼 也是驗肌肉量 脂肪量 但是我要講 那個醫生 厲害的醫生 就是很會激勵你 那個年曉青醫師 就是很會激勵你 他根本就是心理醫師 我覺得 我覺得他的招數真的是 就是我去驗 然後他就 就是 就要去看 去他門診看結果 他的門診 他就看 就有錶 就上面有數據 就你的肌肉 脂肪量 什麼的這些 然後他就看了錶 第一句話 他跟我講第一句話說 葉教授 你這個數據看起來跟孕婦差不多 他就說我的 脂肪量 比例什麼的 就是個孕婦 就是個孕婦 他說如果把名字遮起來 把性別遮起來 我以為 這是個懷孕的女孩 他說他沒有辦法分數 是一個懷孕的女人 還是一個男生 激發他這個戰鬥 我以為你要回答說 對 你怎麼知道 我就在代孕 所以 我們不是在歧視孕婦 沒有 我知道了 因為孕婦是在懷孕的期間 他必須要有脂肪 他必須要有營養 對 他是在懷孕的期間 他是身體變化 產生最大的變化的時候 也是很多人身材 俗心 這個變形最嚴重 要進一下懷孕的媽媽 媽媽其實這種偉大 很辛苦 那是我什麼事 我沒有懷孕 然後居然我的體型被人在講說 我覺得他會針對 他因材施教 他知道這個人只要聽到孕婦 整個弄起來 你知道嗎 然後後來他就想 他這樣講 就是傷害性不大 烏魯性極強 我就覺得說那就不行 這樣我就覺得我要認 然後另外就是 他又帶我去驗那個 他們又帶我去驗那個肝 肝啊 肝然後就是 常常有一個指數 就是那個驗出來 250是中度脂肪肝 290是重度脂肪肝 然後他驗出來說 我是319 就是比重度脂肪肝 還有嚴重 但是醫師是有說 但是看我的肝 那個纖維化 我來裝的肝還是軟的 還是鮮的 但是他說 但是這個脂肪肝 如果再繼續下去的話 就會纖維化 就有可能你的肝 會嚴重到開始纖維化 纖維化後來就硬化 纖維化就不可膩了 不可膩 但是脂肪肝還可以膩 所以他就叫我說 要來減脂 然後來保肝這樣子 然後減脂 減脂他就說 下一個指令說 要不然先減個10% 10%體重 10%體重 我78 減10%就要減個差不多8公斤 然後他就先 就先叫我去跟營養師 他就安排我去跟他們營養師 就是他會給我一個諮商 叫我說每天要吃 怎麼吃 我去問營養師 我就第一句話就問他說 請問飲食比較重要 還是運動比較重要 他就跟我說 那個營養師就說 飲食比較重要 飲食占7成 運動占3成 我就跟他說 那我就不運動了 我就不運動了 我得那70分的份量 對 70分就夠了就及格了 然後我反正就是 因為營養師有說 他覺得我可以 有條件可以168 所以我其實就 168你要解釋一下 很多人說168 168就是說 你兩餐的間隔 就是你要用餐的間隔 要有一次的間隔 比如你早餐跟午餐 或午餐跟晚餐 或晚餐跟隔天早餐 都有間隔 那你要有一段時間的間隔 16小時是沒有進食 是16小時 因為你16小時都沒有進食 他就會開始會燃燒 你身裡面的一些脂肪 或是一些這些東西這樣子 那我 因為我以前就是 從小就沒有吃早餐的習慣 真的喔 你跟我一樣 因為我媽 所以我們很容易打采 我媽就一直叫我吃早餐 所以我從國中開始 我就吃早餐 所以我來講 所以他第一天是回去跟他媽說 你可以叫我不要吃午餐嗎 所以我現在就是 你剛才叫我吃午餐 叫我吃午餐 所以對我來講吃早餐 如果我沒有吃早餐 我168就很簡單 因為我只要午餐跟晚餐 在8個小時以內 其實很容易 那我吃個晚餐 到另外隔天的午餐 就超過16小時 所以我就 跟我一樣 我也是 我也很容易就168 那我是有在做另外一個 比較不一樣的是 因為我的午餐 我就乾脆就 我大概連續三四個月 午餐都是吃沙拉 就現在有那種什麼夏威夷拌飯 還蠻熱門的 就是 通常就是沙拉 然後再拌一些 可能是生魚片 或是牛肉片 你說在Seven賣的嗎 其實在Uber UberEat UberEat 像每次我不吃澱粉 你看我們附近 真的都找不到 就UberEat 就是稍微多 吃飯跟那個 說你不要飯 只要菜就好了 都不吃也不對 沒有 還是要一點點 因為營養師會給一個量 就一個拳頭 一個拳頭 對 還是要均衡 其實我那時候 吃澱粉 還有出一個問題 因為我那時候 大家以後 如果你減重遇到這個狀況 你可能會知道一下 就是說我那個時候 就是 剛開始減重 我去澱粉 雖然有餐 但是吃得非常少 吃得非常少的時候就 不過有一天 就皮膚開始出現那種 類似濕疹的狀態 會癢是不是 對 然後 然後本來 皮膚科醫師覺得是濕疹 然後就開那個濕疹的藥 可是怎麼抹都沒有用 然後後來才 然後後來 而且它會越來越多 你知道 身體其他部位都會出現 就身體的內分泌比較不好 不是 然後後來 抵抗力比較不好 不是 就是這個很怪 你以前沒有 以前沒有 然後 而且就看起來像濕疹 但是濕疹通常不會全身都冒 後來我就去 也是給林醫師看 林醫師又安排我看另外一位 皮膚科醫師 然後那位醫師很有經驗很厲害 他就說 他說他以前有看過 減重的人 出現類似這種狀況 真的喔 然後後來他發現說 這個醫學的文獻上 有提到這件事情是 就是 澱粉完全不吃的人 就會 有一些人 不是每個人都這樣 但是有人 就是澱粉完全 有個副作用 副作用 就是你 你身體就會出現這種 那種非典型的皮膚炎 然後後來就要吃另外一種藥 然後 那個醫生真的厲害 我吃了以後就 好了 就是這個好幾個禮拜的都沒有好的 吃那個藥以後就 就好了 所以後來我就不敢不吃 澱粉 我覺得澱粉還是要吃的 沒有 澱粉就要吃了 對 只是不用吃太多了 而且 而且你知道脂肪肝啊 我們今天是醫學小百科 就是 久病成良醫 因為我 先講一下 我剛才講我是318 你那個指數是多少 我記得我好像是400還是 400多 很恐怖 重度啦 很重 超級重的 那個 我記得醫師看到說 你這個 快樂表有沒有 就是 到400多 所以 他跟我講一件事情 他說果糖 因為我超愛吃水果 一個 你知道夏天一個山 我一袋可以一個人吃掉 一袋可能五六個七八個這樣 你也太寬了 不知道 不知道啊 我就是什麼 我嘴到就好了 然後 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 對 然後因為 我媽啦 我媽小時候給我一個觀念 他就說 吃水果不會胖 我跟你講 這真的是害死我 我就說真的喔 他說這不會 結果後來 年醫師跟我講說 果糖是最容易 直接轉成脂肪肝 他說 他講了一個什麼什麼 他就說 它是最快 會黏到肝上面的 一個轉換果糖 反而是澱粉那種糖 他說他要經過一些什麼什麼 怎樣怎樣的轉換 然後 對 所以我現在就 因為我真的太重度了 因為我每次 體檢報告都是重度 然後我講一下 你都有體檢 都有告訴你很重度 然後你都不把它當一回事 不當一回事啊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錄這個的原有 結果就是這樣 就是 就萬一 其實是啦 萬一這個400再下去 好 我也比你講 就是有時候人就是這樣 會 也會歸 然後就想說 我創業都這麼累 然後也 還要這樣限制自己 對 可是我跟你講 為什麼我喜歡吃甜的 就是因為人生太苦了 對啊就是我會覺得 沒有我以前有一個很 我覺得也不是不好啦 但是就是說人生苦短 為什麼不能 快快樂 虛靜歡 就是 就吃啊 就怎麼樣啊 講說我們也沒有 煤啊 什麼煤 什麼煤 你不是說虛靜歡 不是啊 煤啊 沒有沒有沒有 但是我跟你講 因為各位 為什麼叫不良大叔 大叔就是因為 我們到一定的年紀的 其實我跟你講 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40歲那一天生日 我記得我夾起一塊 不知道是豬頭皮還是什麼的 然後他突然變模糊了 然後就想說 幹 怎麼會模糊 跑馬燈從腦海裡面 不斷的跑過去 不是 然後呢 你知道我做了一個動作 我那天心情超差的 我做了一個動作 把他拉遠10公分 幹 變清楚了 我是 剛剛為什麼不是看書 為什麼你是用 對啊 我很生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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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現在看你就糊糊的 他看我很清楚 沒有 可是我跟你講 那一個moment 我竟然覺得 哭了 沒有 我竟然覺得 我怎麼會到 這個 田地還是什麼 就是 你知道以前都會覺得 沒想到這麼快就走到 你這很奇怪 你胖到100多 你都不會覺得自己到這步田地 可是一個豬頭皮有點模糊 沒有 因為我從小騎就胖 所以我胖是我一種 蠻習慣的狀態 那你高中怎麼那麼瘦 高中是因為那時候游泳隊 有籃球隊 所以 你游泳隊 你籃球隊 你們學校是沒有人的 中正高中籃球也算強的好不好 沒有啦 我不是主力 對不起 對啊 我那麼矮 他是去負責搬飲料的 就是想要去打球 這樣子 我講到哪裡 所以 好 然後拉遠那一刻 然後我就 以前我們在設計的時候 你記不記得我們的字集 不可能用超過9集 你知道嗎 就是要小才好看啊 然後那時候就是 因為你沒有辦法理解 像我們現在就很理解說 這名片字這麼小 以前我們比試 就說字那麼大能看嗎 你不會拿近一點看嗎 這個人把制服的字秀都那麼大 對 但是我跟你講 因為平面設計師都會覺得 字大很難排 很難看 我們甚至有用到6集跟5集 你們這就沒有同理心啊 對 我要講的就是這樣 因為你沒有到 你是沒有辦法同理這件事情 像我現在只要看到那個 所以現在雜學校的名片字都很大 至少校長自己要看得到 對 好 然後我記得 我印象很深刻 我那時候 因為我這邊開玩笑嘛 我同事就會說 因為我有個同事 那個老話很嚴重 他每次看東西都會這樣 就是會把眼鏡 夾在這裡這樣看 我說我打死 我說這超超丟臉 不要讓人家知道這件事情 結果我跟你講 因為現在已經44 我現在老話真的很嚴重 我現在就是 真的有時候拿很遠 才看得到的時候 我後來也會自己偷偷看 四下無人 就把眼鏡拿起來 你去拍多焦鏡片 對 然後那天 別人跟我講有多焦 因為我停留在多焦 是這邊會有一條線 就讓人家知道你是老花 那你就知道有老花又有什麼關係 我不知道 我覺得那個就是一種 問題是現在眼鏡 已經做到沒有那條線了 好 就跟我媽 我印象好深刻 我媽那時候 收到那個 事公所寄來說 恭喜你成為 銀髮族 你媽要抓狂喔 我媽那時候打電話給我 她心情真的超難過 她說 是啊 我銀髮族了 然後我就說 然後我那時候就想說 而且我還不應該笑 我笑得這麼開心是怎麼 不是 然後那時候 但你自己也笑得開心 我笑得開心我就說 沒有 因為我 後來是因為我老花我才知道 我同理說 她也覺得她才年輕過沒多久 為什麼她現在是銀髮族 你知道嗎 她曾經跟我爸有一年 她可以拿那個公車那個老人卡 老人卡不是說三個B啊兩個B 我忘記了 還是一個B 反正就是 但是他們為了不想要讓人家知道的是銀髮族 所以你說那個B聲音會不一樣 你不知道嗎 我不知道 就是學生或者是 學生一般跟老人 老人的就會 就是你只要比如說BBB 老人啊 對 靠 所以你知道嗎 我爸 幹嘛要做這種設計 這樣設計就讓人家會協助一下 你自己要知道嗎 還是什麼的 那必須通用設計 因為有的人會用 比如說你學生用老人 BBB 我就可以知道你是偷用 用別人的卡 對 所以 好 那我媽那時候銀髮族那件事情 她真的雄 她真的沒有辦法接受 她說我不是才 生你們沒多久 怎麼現在變銀髮族 然後我頭髮還很黑啊 你不要跟你媽這麼捂啊 你看我都去旁邊這樣 我跟你講 但是因為我媽那時候 她講了一句話 其實我自己也有點感傷 她說我怎麼才生你沒多久 然後我就回一句說 媽 我也40歲了 對啊 然後她才稍微 心有點放下來說 有 然後我要講一件事 我就說 你知道你40歲的時候我幾歲了 就是她40 我這個年紀的時候 我已經20歲了 然後她就說好 那我就安慰她了 我說銀髮族那有什麼不好 你健康就好啊 只是那時候 你知道你突然 就像我那時候去健康檢查 除了脂肪肝 你知道嗎 就是她不是測聲音你的聽力啊 看我右耳竟然 有個她在敲 然後她就說 欸有嗎 我說沒有啊 你敲啊 她說我已經敲了5下了 然後我就想說 幹真的假 所以你右耳聽不到 不是聽不到啦 某些音頻啊 某些音頻 然後左耳就聽得到 右耳就聽不到 那個當下我會覺得 蛤 所以 所以你才弄成 貝多芬這種造型這樣 你覺得我聽不到嗎 沒有啦 但我意思是說 人到中年其實 身體的積等真的會下降 那必須是面對自己 要能接受 要能調整心態 就是哪一天 我如果也接到事工所發個 恭喜你成為銀髮族的時候 然後我們也要去坦然面對這件事情 其實我自己是覺得是說 如果是我 我覺得我不會那麼難過 就是說對我來講說 是否給我們這個通知 送我們銀髮族 只是我的年紀到了 但是我是不是一個這麼老的人 我自己是不是已經 這已經進入到 已經銀髮 我內心還是高中一樣 沒有可能我們的健康 我們的體力 我們的外表 或是我們的思考 或是我們對這世界的好奇心 其實都還是跟 還保持著很年輕的狀態 跟年輕的時候 沒有差很多的時候 還是很幼稚 那其實你還覺得說 你應該覺得很自豪 我說 我已經銀髮族了 我的年紀是已經65了 可是 我還跟年輕可以混在一起 我還是跟50 50是差不多 一樣的幼稚 所以我覺得 對我來講 我覺得 我覺得 真的老或不老 我覺得不是看那個年紀 但是我 剛剛講減肥啊 你知道 因為我還是可以講我老婆 我老婆大概跟我講過100次 她說 我從現在開始 我就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 已經我已經聽到有點膩了 你知道嗎 然後 然後重點是 所以是在消遣你老婆的確信嗎 不是 所以她是說她是減肥 我覺得減肥要創造環境 就是說 比如說她在旁邊 因為我就在那邊狂吃有沒有 然後她就在那邊 你很煩耶 然後我這個人就會在那邊 吃一口啦 真的很好吃 我煮的這樣子 很討厭 然後但是她吃了以後 我就說 我沒有逼你啊 然後她就覺得很煩 可是 可是我覺得如果 夫妻可以一起 減的話 我覺得那個成功率會變 但我沒有辦法 因為我太太就是40幾公斤 她大概已經瘦成這樣 然後 所以每次我其實 我減重的破口也是我太太 就是 阿都不吃 阿煮的都不吃 全家都很瘦 對啊 我兒子也瘦 我太太也很瘦 然後她 那因為 我太太每次叫我吃什麼東西 我說問我要吃什麼東西 我就 我就很難拒絕她 你知道嗎 因為也是她煮嗎 對 或是她問的 或是幹什麼 我就很難拒絕 所以 所以其實我很多時候 那個本來已經打定決心 就是今天 不要吃 今天這一餐吃怎麼樣 或是今天不要 這一餐應該怎麼樣 她問了一下 沒有 所以這跟人生很像 有時候你以為你可以控制很多事情 其實有時候是 你有時候真的沒辦法 那麼順 這是一種政治 所以總之你就是說 都是你太太害的 不是 應該是說 我覺得 如果夫妻可以同心 所以現在我就是 因為至少 我哥 我們現在煮的飯 都是給兒子吃的 我們兩個現在就比較 就在旁邊看他吃這樣 對 監視他 因為我兒子也很瘦 所以 但是我覺得減肥 你就跟他說 你趕快吃 把別線不吃等你 等你把體重追上來 但是我覺得我現在減肥 是因為我覺得自己有一定年紀 也是為了健康 對 以前減肥有可能是為了外表 目的不一樣 目的不太一樣 然後你太太就喜歡你胖胖的樣子 對 是我兒子 我只聽到我要減肥 他小時候 一杯從中來 他真的哭 他說我不要 然後就一直抱著肚子 他說這最舒服的 什麼什麼的 你不知道胖子的肚子很舒服 他說媽咪 躺起來就是比媽咪舒服 為什麼我看起來 就感覺很不舒服 這小朋友 他從小就很 他覺得我躺在我任何一個部位 都是 不是 教育不能等 你要告訴他說 這不ok 這不ok的 所以最捨不得我減肥 然後我都會跟他講 你放心 我們哪一次成功過 然後他就會心情比較好這樣 所以他不知道你已經減了6公斤 他有發現 他心情不好 他說爸爸 那還有一點點肉 不要再減了 這樣子 那個請保留 沒想到你為了要找減肥的藉口 連你兒子都推出來了 沒有 我好像是下禮拜要回診 然後因為有設定目標 對啊 我就是 因為剛才不是講 飲食占7成 運動占3成 對 然後我自己 其實不是說我不想運動 因為對我來講 就是說 我那時候體重很重了 比較重的時候 對我來講 運動就是 心肺負擔會比較重 然後也就很容易累 而且甚至我覺得自己性命也會怕怕的 因為其實坦白講 這些年來遇到 看過好幾個年紀就是沒有很大的 但是心肌梗塞就走了 很多 心肌梗塞很多 而且有一些都在運動的時候 對 所以就 就讓我覺得說 哇靠 不是我不想運動 但是我覺得我應該是先 把 先調好 對 靠飲食把身體 減重到一個程度 然後運動時候負擔不會那麼大 不會對關節人到不大 像我 醫生都說我現在太胖 如果真的去跑起來 除非游泳這種比較輕的 但是 但是因為我們工作真的也太忙 但游泳也不輕 我上次不是去泰國 然後我就想說 靠住那個帕哈亞 應該要去游泳游一下 有一個號稱亞洲最美的游泳池 就在帕哈亞 那是什麼美吧 他就是在那個半空 是無邊際游泳 泰國的泳池 很多飯店都是在半空中 或者是最高樓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他們不是為了說這樣漂亮 最主要的目的是 當你在一樓或底層的時候 會有蚊子 所以你游起來不舒服 所以他可能在半空中的時候 因為有風 第一個是蚊子飛不太上來 第二個是有風 蚊子在風的地方不能這樣飛 所以他們的游泳池都在半空中 生活小常識 所以你就會躺在那個 躺椅上或什麼才不會有蚊子 然後我就去那邊游 我想說好久沒有一定要來游一下 我為了這個還跑去買泳褲 好久沒買泳褲了 然後還要買那個泳帽 然後泳帽我還選了很久 我說是沒有皮的 那是光頭 沒有 皮的還肉色 就那個和尚那種夾法 上面有六個洞 幹什麼東西 然後我就去買那個泳帽 然後要游 結果一大早就去泳池旁邊 結果就只有一個人在游 那個人也沒有戴泳帽 就是要拍照 然後他說有那種抬頭 然後他說幹 原來可以不用戴泳帽 害我還花那麼多錢買泳帽 所以我就下去游太多 結果我這樣游大概25公尺 這樣游過去就覺得 幹好累喔 所以我只游了兩趟 其他都在旁邊曬太陽 等他一趟 可是我跟你講 游泳是一個好運動 游泳真的很累 好運動 因為他全身都會 尤其是因為我們太少游 那個上氣不接下氣 對 但是因為我覺得 剛剛Benson講到一個蠻重點的 因為厲害的醫生 他其實是會用 他不會要改變你 很強迫你一些習性大轉變 像他對他就跟對我不一樣 對你比較溫柔 對我是鼓勵型 像那個營養師就會說 我覺得你可以 一個月5公斤 你沒有問那個營養師說 我是跟你很熟是不是 他們都知道我們是不良大叔 沒有啊 但是我覺得Benson有道理 他憑什麼對你有信心 對啊 可是我就容易買單 你就是很容易放棄的人 憑什麼對你有信心 你作為一個辦教育的人 你連這種話術你都解不了 對啊 沒有 我選擇相信不行嗎 他說有信心 我說我也對自己有信心 像我就一定會問他說 你憑什麼 你認識我嗎 你什麼我很熟是不是 你很了解我 你真的很難相處 你看昨天我去北醫看我的肩膀 然後那醫生就幫我打針 就是我的那個旋轉機 然後有點沾黏了 然後他就覺得吃藥沒有效 有點像五十肩那樣子 也不是他是旋轉機瘦 五十肩是另外一種 然後他就跟我說 他就照那個超音波 然後看一看就說 他就說你這吃藥吃完了 我說對 他就說吃那個消炎藥沒有用 所以他就幫我打針 然後他就把那個 把那個機器推過來 那個超音波 然後照一照一照他就要打針 就叫護士拿那個針來 然後藥就在旁邊弄 然後我就說要打針 打在這裡我說對 他就說對 我就說那不是很痛 他說跟打針一樣 我說看起來就很痛吧 就跟你講跟打針的感覺一樣 然後就笑出來 我就說 你都笑出來了 還跟我說不會痛 還根本跟打針一樣 然後他就一直笑 他就說 我只能這樣講 我說 所以真的蠻痛的是不是 對 然後他就跟我說 看著遠方 看著遠方 通常聽到這一句就很恐怖了 對 我就是他一定 他一定沒有想到說 會有一個病人問他說 你都笑出來了 還跟我說 跟打針一樣 然後他就打完一針 他說怎麼樣 我說 他說怎麼樣 我說當然是痛 然後他打完以後 他就說 呼吸一下呼吸一下 結果他就說還有一針 還有一針 我一直不講完 然後我就這樣 蛤 然後他就一直笑 因為他覺得 打我打上癮了 我說不會這個還有一針吧 他說沒有 就一針了 他就打兩針 對 所以我回頭來 我覺得我這一次減重 後來就 大概前面大概三個月 大概減了就 兩三個月 有那時候很明顯 兩三個月減了 也是差不多六公斤 對 那流氓有時候就看到那個曲線 有出 就是那個斜率有變緩了 變緩了 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那差不多開始要運動了 所以大概就是 就搭配了 對 所以我大概就是 前面那三四個 三個月先把自己的 先把體重先降下來 那就運動的時候負擔 對心肺也不會負擔那麼重 然後再開始 也比較不會放棄 不然運動很容易放棄啊 結果就覺得 好的 就放棄 現在體重減下來以後 你就不管再做一些 有氧的或什麼運動 都可以撐得比較久一點 那也比較會有成就感 不過我那時候就知道 有一個好朋友 就是那個台北 這個優惠卡公司的前任的董事長 那陳廷盧 那之前 我覺得我們很多這種事業忙的 創業的或是幹什麼 大家其實就很容易變胖 因為大家也沒有太多誰運動 然後累的時候 就想說就吃個好吃的 放縱一下 也別這樣放縱 就覺得說壓力大一點補償 這樣一大就吃個好吃的 慰勞一下自己 就很容易就變胖 其實我在創業圈看到好多都 就是一個是你啊 對 像林大涵也是啊 對 貝克派大涵 你不要再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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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薩泰爾的 How 以前也是 How 以前也是 How 以前變超狂 他覺醒了 所以他就練回來了 完了 林大涵你不能怪他 因為他一定要吃胖 不然他就不能叫大涵 不然就小韓了 好 Anyway 所以 跟形象不合 我就看到那個陳妮儒 之前他就是 也是比較福泰的 有段時間突然就變瘦很多 我就很好奇 說他有在運動 他說 他說現在在練MMA 在練格鬥這樣 格鬥 好帥喔 我想 他就說 就拉著我去這樣子 拉我說 叫我去體驗 我去就 打上癮 上一次就 我就二月去 到現在已經上了七八個月了 你現在在打MMA 今天早上才上 上一個多小時的課 這麼帥 那我可以跟你對打嗎 不要啦 量級不一樣 靠北 討厭 因為我覺得 他好玩的地方是說 那個教練 其實 我也後來不知道 MA這麼夯 因為後來 就一段時間 是YouTuber 大家互相決鬥來 決鬥去 連Elon Musk 都要決鬥了 但是我是在那個之前 好幾個月 現在你可以參加 Podcast 我是在前面好幾個月前 就開始寫 還是Podcast 邀請大家來 MMA 那個教練 就蠻好玩 因為他會拿一個把 就是讓你打 他讓你打 因為你如果打中 你的姿勢是對 而且你打中的話 那個聲音是很好聽 你知道嗎 但是如果你打 或是你姿勢歪掉 軟軟沒力 那個聲音你就知道 你沒有 就像玩遊戲一樣 就覺得說 這次要打中 就覺得很爽這樣子 那對於我以前 比如說以前像跑步 或是重訓來講 我就覺得 好像就沒有像這個 這麼有趣 我知道 對他那個回饋感不夠 對 他就即時回饋 對 然後我說 那我是幾個月前 開始 那個 教練開始我要練 練踢腿 就我們拳已經練得差不多 他開始要練腿 練七個月才能開始練踢腿 沒有 練三四個月 踢腿 那你踢腿 那你腿腳要彈得夠高 所以要從拉筋開始 看我 已經快五十歲了 然後才開始拉筋 然後他每次上課 就要先給我老王 啊 然後一直叫一直嚇 然後這樣子 然後 那你應該去練芭蕾的 然後 拉完就可以去練 他拉筋先從就是 正台嘛 就拉拉 對 這邊就會很酸 然後他本來 他就是 就用手提 提一提 越提越高 就放他的肩膀 所以我腳要 放他的肩膀這樣子 然後就這樣來 就 就 蠻 蠻痛的 但也蠻爽的 就是拉完以後就覺得 所以你其實也有M的基因 就是拉完以後就覺得 很輕 就鬆了 鬆鬆鬆的 跟律師一樣 然後那個踢腿 就有力 因為你拉 因為你拉開了 所以 就還蠻有成就感的 所以我後來就之前就是 一個禮拜上兩次 我覺得 好像醫生就看我的肌肉量 然後也有增加這樣子 所以你不能做那種 不適合做那種孤獨的運動 對 就是 跑步就是 只能自己 對 但是我跟你講 我那時候 十幾年前不是參加三帖 我真的一天沒跑 全身不對勁 有時候也是習慣 那你從什麼時候開始對勁 我跟妳講 人就是這樣子 你只要 比如說那時候 好像出差個多久 然後一回來 就跟我們打把靈球一樣 一次沒去 兩次沒去 還蠻爽的 沒有 你就會慢慢 鬆懈下來 所以那時候 為什麼我要去報名三帖 一樣啊 設定一個目標 這是真的 對 就是你要一個目標 然後你就覺得 我一步一步在往那個目標邁進 我們 我以前那個 當兵 我們在那外島 然後我們就是四關隊 四關隊就每天跑 我們以前 跑多久 我們以前號稱 早三千 晚三千 月入數十萬 所以我們就號稱 早三千 晚三千 真的是當兵才會有的 月入數十萬 月入數十萬 然後我們每天都這樣跑 也才18萬而已 我看你數學真的好 早三千 晚三千 六千乘以三十就18萬 包含不是數十了嗎 數十萬 十餘萬而已 然後 不是 早三千 晚三千 月入數十萬 就是只有十幾萬沒有錯 可是你要知道 我們的三千公尺怎麼算 我們那個是沒有人性的 四關隊是沒有人性的地方 它是從 我們隊部是在山上 跑到操場才開始算 我們跑到下面那個 叫東勇公園 公園裡面跑的那個圈數 才算在那三千 中間這一段沒有 中間這一段 比那三千還要遠 都不算 而且那還三路 然後跑下去 標旗對陣唱歌 跑下去以後 就開始跑 跑完以後抓最後 抓最後十個 就是最慢的十個 回來要加強磨練 然後跑完以後整好隊 又唱歌再跑回去 然後這一段山路上波 也不算 靠 這個數學到底是怎麼樣 跑下去的跟跑上來都不算 他還要唱軍歌 對 還要標旗對陣 還要精神大叔 精神大叔 我跟你講 要邊喘 要邊唱歌 而且分隊長很賤 他不是只有精神大叔 精神大叔完全是相對大叔 就是他喊什麼 你要喊什麼 相對大叔 然後就沿路這樣子 然後標旗對陣 標旗對陣 就這樣跑上去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 然後我們在 我們那一期四關隊比較慘 就中間又遇到過年 所以我們就是訓練期又更長 過年的時候也訓練對不對 對 過年你在四關隊過年 是最慘的 為什麼 為什麼 沒事做就訓練 你每天四關隊 每天還是要做他 所以等於我們又多延了半個月 所以我們我記得那時候 反正那四關隊就待了四個多月 快五個月 然後才結訓 然後結訓以後回去 回去連上 因為你每天都這樣跑 跑習慣了 結果我們無聊到怎樣 就已經結訓都回去 就是連對了 結果我們禮拜六日無聊 在倒架 無聊 我們還是同期的事關約約 說這就跑步好了 所以那時候體能好也習慣了 對 然後我們無聊到怎麼樣 就是放假我們跑步 到每個據點 就島上每個據點 跑去那個據點 找看有沒有同期的事關 然後無聊 然後就一天 約跑就對了 一路跑這樣 然後再跑回來 一天假期就結束了 但整天都在跑步 就是變成一個習慣了 我覺得其實 因為我剛才前面講 很多人是因為做事業 創業或幹什麼 忙 就會變胖 就沒有運動 而且我覺得老了代謝這麼變差 可是我覺得這個事情其實 蠻不一樣的一個觀點 就是說 其實像之前 我之前看過一篇文章在談 就是像華爾街 或是一些美國一些 有名的公司 你看那個高階主管 都很fit 很fit 然後他們每天都花 也是花時間都是在運動 他們的哲學就是說 如果連自己運動這件事 你都沒辦法自律的話 要求自己 那你還能夠做什麼大 其他很厲害的事情 可是 我就覺得說 但是我那時候聽到我覺得 是bullshit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 不能以偏概全 那怎樣 每個運動員都可以來創業嗎 是這樣嗎 這句話我好像聽 顏凱泰說過 不過我回過頭來 我覺得 他那個垂墜感 我覺得應該是說 這些 我看到的這些 很多都是大公司的專業經理人 比如說像馬克 也是每天跑步 沒有 那個是已經 公司已經很成功 我意思是說 有些大的金融公司的專業經理人 那我其實是一個想法 是覺得說 我覺得創業的人 跟大型公司的專業經理人 雖然大型公司的專業經理人 壓力很大 但是我覺得 還是有些不一樣的 對 因為基本上 專業經理人 你其實是有個合約的 比如說跟你簽個三年的約 我知道了 你在這三年 好好的去做就對了 對 所以你現在 然後創業不一樣嗎 創業是 你沒有 你今年都不見得能夠活得下去 誰能夠跟你保證說 你可以有三年的時間 所以這樣總統可以胖一點的意思嗎 可以 反正我們已經入市幾集了 回去多吃點水果 沒有啦 可是 我覺得 需要被獨立啦 其實我內心有個想法 如果再瘦一點點 我想要回來 15年後 再回來跑一次三鐵 就是 有點像老當益狀這樣 而且你知道創業圈 其實有一陣子很流行鐵人三項嗎 那不是 那不是 講得最快 你就劃壓壓一個時間啊 在Podcast 這麼多人 我在Podcast 這麼多人聽 對不對 在這個地方 宣示 幾月幾號 我們在去現場 這個真的很有用 是台東回南 還是什麼 我們就在那裡幫你直播 對 沿路幫你爆發 滑下去啊 2024啦 好啦 2024啦 上半年還是下半年 上半年啊 上半年 第一季還第二季 一定要這麼precise就對了 第一季還第二季 不是 你回去查看哪一個閃電 我查一下啦 如果說他 比如說四月幾月 台東什麼火水季 下一次Podcast來跟大家講 什麼台東火水季還是什麼 好 你是在113還是226的 剛才玩個226的 先標準的 標帖就好了 標帖是多少 51.52吧 標準不是說113嗎 沒有 你那個是超鐵 半超鐵 51耶 不簡單耶 游泳要有1.5公里 然後騎車40公里 跑步10啊 10公里耶 連續的耶 因為我有很多朋友是113 不好意思 我以為113是標準的 113那已經是更進階了 那研究所了 我們現在先在大學 先念一念好不好 第一季還第二季 我回去查一下啦 反正就是上半年啦 然後 然後反正先講第二季 比較有時間這樣子 你們都沒有要參加啊 沒有啊 你們兩個這麼瘦 為什麼沒有啊 沒有啊 我們總要有人幫你報道吧 你要報道什麼 而且我們因為已經夠瘦 我們不需要有這樣子的方式 來激勵自己 反正你今天就是立下軍令狀了 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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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沒有 好緊張喔 如果沒有通過 就逐出不良大叔 對 逐出這個團體 對 去之別人 去之別人 我們明年第二季就開始 徵求新的不良大叔成縣 好 好 好啦好啦 我覺得設定的目標啦 然後 阿比已經等很久了 是這樣喔 沒有啦 我覺得設定的目標 其實有時候對自己都是好處啦 我那時候就是真的 為什麼那麼 我那時候為什麼參加三帖 是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那時候要結婚 然後就覺得要瘦一點 然後就覺得 那你現在就可以再努力一點 就可以在乎了 反正 還好沒關係老婆 現在沒在聽 我老婆為什麼沒在聽 我們剛剛 你不是剛剛破梗了 今天不是直播 今天不是直播 但是我們大家感覺上 還是在直播的狀態有沒有 不錯啊 今天還蠻嗨的 不錯啊 我們是有Pro的表現 對 專業藝人 對 你知道這邊有多空檔嗎 後面有多黑暗嗎 一片黑暗 然後又沒有人陪我們 而且又週末都沒人 對而且重點是 沒有人回應啊 對啊 我們還是要這麼嗨啊 連我們的助理打播都被對著 都被對著 他都不想要聽 完全沒反應 這就是我跟你講 就是態度 有沒有 你知道我聽過很多 我們以前有遇過那種演講 只有來兩三隻貓的啊 但還是講得很開心 沒有 我覺得那就是專業 就管理兩三隻貓 我就是表現 照講 百分之百的我 對 我覺得那就是一種 職業的態度 對啊 所以 我們不是要回答一下那個 這個 這個Podcast有一個五星評論 好像是一個阿嬤的樣子 其實我們都有在看 只是說 因為我們聊 有點聊不夠 所以不能一直在回應這個 我們就先挑 我們先挑 這阿嬤有的時候他 因為我想這個阿滋可以來回應一下吧 他就說他這個九歲的這個孫子 九歲的阿嬤 九歲什麼阿嬤 孫子還是孫女 反正就是他 好像是孫子吧 他就說 感覺好像他有繪畫的天分 想要來栽培 但是不知道怎麼栽培 所以想說看看 想要問一下我們這樣子 我自己的看法是 阿滋可以再補充 我自己是覺得 講栽培這兩個字 太沉重 太沉重 因為一個九歲的孩子 他搞不好這世界還有很多 他很適合 還沒有探索過的 搞不好他很適合跳舞 搞不好他很適合寫程式 搞不好他很適合幹什麼 那孫子因為他年紀小 那可能你說 小孩子八九歲 可能畫畫 是在學校很常做的事情 所以他可能 因為他常常做 或者是他 被不小心肯定了 或是 就像阿滋一樣 當年不小心得獎 他就以為他藝術很厲害 結果沒想到最後 根本不適合走這條路 這我就不說了 我等一下要來解釋 我自己是覺得 在他很有限的探索 的幾件事情 在這件事情可能做得還不錯 還蠻喜歡 大人就覺得說 我就是要栽培他 以後變成走這條路 結果九歲就定了他的路了 那這個其實我覺得是 同意 我覺得這個對於海宅眼 是蠻辛苦的 同意 有人會有不一樣的看法 比如有人會說 像林沐伊朗 林沐伊朗就是很小的時候 他爸爸就是要栽培他 要當棒球員 對 但是那個最大不一樣 是林沐伊朗的環境 或是Tiger Woods 那個很厲害的高爾夫球 他也是兩三歲 還走路還走不穩的時候 就開始再打高爾夫球了 但是我覺得那個 其實很多東西都有犧牲 比如像林沐伊朗 跟他爸就反目 他跟他爸就反目成仇 你都沒有讓我有好的童年 他就跟林沐伊朗反目 什麼鬼 他爸爸不叫林沐伊朗 什麼比伊朗更後悔 不然就是林沐0.5郎 林沐林朗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 太早幫孩子 但你可以說 這個小孩如果像林沐伊朗這樣天才 我不從小訓練他 太可惜了 可是問題是 除非你這個是 你自己也是這方面的專家 不然你怎麼可以看得出來說 這個小孩子到底是不是 是不是有這個世界級的天分 對不對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 孩子在這個年紀 他喜歡的事情就讓他去玩 去玩就好 然後他可能畫畫畫 當作有很好玩的事情 一直畫一直畫一直畫 那這些事情 以後他如果真的 喜歡當畫家 到底很好 如果不喜歡當畫家 他在畫的這些過程 他還是會培養很多 有用的力啊 對啦就是 沒有啊 有對色彩的敏感度 沒錯 他做PowerPoint 就是比別人漂亮 對 沒錯 對啊 所以我echo一下 我覺得栽培真的太沉重了 就是我那時候 我就講一個故事 我那時候為什麼畫 就我第一次是創業 不是開那個畫室 為什麼會倒 就是因為我真的 一直在幹給我家長 比如說我印象真的超深刻 一個三歲的小女孩 三歲多而已 然後我跟你講 剛剛Bendon講到一個關鍵 因為我們是專業 我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孩子在線條 在顏色 在空間 在質感 在很多事情 有沒有天賦 他有天賦 有天賦 所以他的線條 基本上我們就對應到那種 當代藝術 有幾個藝術家的那種線條 但那東西你看不出來啊 那你知道嗎 那個三歲多的媽媽 我真的印象超深刻的 他就是 那三歲多就當媽媽喔 不是啦 三歲多的 同樣的 9歲的阿嬤 三歲的媽媽 你是很煩 你剛剛說三歲的媽媽 三歲多的那個媽媽 對 你三歲多的那個媽媽 對不對 他的媽媽喔 然後 他其實 他附了一期是三個月 然後下一期要附的時候 他就 他說 那時候我是還不是校長 低瓜老師 我可以跟你討論一下 我覺得我女兒都沒有進步 你知道我幾歲都來啊 我就說 你懂個屁 不是 我就說 你進步的定義是什麼 就我很生氣 然後他就說 都這樣亂畫亂塗鴉 然後你們也沒 你們每次教都沒有教一個 那種比較具體的東西 就他在那邊 騙錢就對了 對 他就說 他每次狗狗 因為沒有想到有人看穿了他的 所以他生氣 生氣了 我跟你講 是因為他 第一個他不懂 就是我常常都會 你知道我桌上會有一本很厚的 叫二十世紀藝術史 因為他不懂又還拆穿你 可惡 不是 我都會說你去翻那一本 你哪一個作品看得懂的 你跟我講 他說不是啊 怎樣 我就說 然後我就跟他解釋說 你的女兒在線條的天賦 是我少見 然後他就說 你是要收我錢才這樣講 可是我說真的 他又在拆穿你一次 沒有 可是我跟你講 因為我跟我老婆都覺得 這女生線條 所以我就一直讓他去玩線條 他三歲多你要 你要他進步什麼 然後 然後他就說 他還做一件事情 我後來我就超生氣 他就說 因為我都不知道他這邊畫什麼 所以我叫他回去 重畫一遍給我看 認真 我就說 那時候我 第一個是我對這個小女生 很難過 因為我覺得他真的很有天賦 第二個你叫他重畫一次 這個就是那種不信任啊 你從小就覺得 媽咪不知道 你直接覺得 你再給我畫一遍我看 然後他 其實那小女生有說 他不想來上課 是因為他回家還要再畫一遍 在家裡畫就好了 所以那時候我就覺得 第一個是 不管他幾歲 藝術不是來學 就是一定要去 變成藝術家還是設計師 他是一種 文化底蘊 他是一種 他探索的各種 就是對我來講 可能未來會不會用到 我不知道 可是他會讓生命啊 過程更豐富 他可以看更多 他可以欣賞更多的東西 這個就很重要啦 為什麼一定要學這個 就一定要為了什麼樣的 成績或怎麼樣 就是那個 你知道那個生活 就是你吃這口 好吃的東西 是為了我以後要當 好的廚師 是這樣嗎 不是嘛 那我跟你講 普遍都是這樣 都是 怎麼 像我們很多課就是 因為當代藝術很多是在思辨 就丟問題 動手畫都是已經你想了很多 那是最後一個動作 但是大家都會很習慣就是 啊 怎麼都不來畫畫 怎麼都在 地瓜老師怎麼都每天在輕彈 就是我 跟我們現在一樣 沒有 我就會刺激他 比如說我們有一堂課 就是畫線 所以你整堂課都這樣 沒有沒有 輕彈啊 好厲害 輕彈畫的彈 我想說 你每天都在輕彈 每個人就 那說地瓜老師 你為什麼每天都在輕彈 比如說我們有一個很 我有一個很著名的課 就是 我一條線的課可以開24堂 我看真的 畫一條線 所以我跟你講你是家長就受不了 說一條算 畫一條線可以開24堂 好 就是在騙錢的 我快速來講一下 第一堂叫做 忘掉所學畫一條線 你以為你是太極喔 好來 你們兩個會怎麼畫 忘掉你所學的任何事情 來畫一條線 對 這樣對不對 一般人都會這樣子 你呢 我就是一般人 就是很隨性 要畫圈圈繞過去 對啊 那你呢 忘掉我所學的畫一條線 忘掉所學 就跟太極拳一樣 忘掉所有招式 你就練成太極 我忘了啊 他不想要講 要被你diss啦 對 好啦 所以那時候就會很多學生 開始陷入 怎麼樣也不能被 因為你知道嗎 有時候畫畫會變成一個很自然的動作 以前小時候記不記得 我們都會在左上角畫太陽 然後開始畫雲 不是 那是教室佈置 好 上面一定要畫太陽 下面一定要畫草 我通常丟這問題出去的時候 學生每個臉都是呆住的 就是 然後我就會說 孩子們 你知道你們這輩子 最接近藝術的一次 就是這個moment 因為你開始在思考 你開始在創造 然後 很多孩子都超有創意的 比如說就有一個孩子 我印象超深刻 他就拿著紙啊 跑到馬路上去 丟到馬路上 讓摩托車輾過 這不是線啊 抓進來打啊 一條線 抓進來打 為什麼 摩托車輾過那是一個面啊 輪胎的橫跟面啊 好 OK 這就是我們想要在班上 就是 對啊 你就可以挑戰 你就說這是面啊 尤其這不是線啊 好 但是像你剛剛這樣子 很自然這樣子畫圈圈出去啊 這時候我就會挑戰你了 就是說 如果你剛出生 你知道你畫這個圈圈 是有多少的 從神經大腦到肌肉的協調性 你才能畫出這麼順的線條 聽得懂嗎 聽得懂嗎 就是說那個是 那個對你來講 好像是隨性的一個動作 但其實那個是有很多 協調肌肉 已經有很多discipline在裡面 對 好 但是重點不是答案是什麼 重點是 你開始在想 然後 那我要做一些什麼樣的事情 好 那第二堂 為什麼是24堂 然後你知道嗎 所以都沒在畫啊 老師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怎樣怎樣這樣 然後我就開始dis他 我就說 那只有忘掉所學嗎 可是你知道嗎 我都會說 這個過程是他在開啟 以前畫畫好像是很 就拿一張照片 然後就開始畫嘛 難怪會倒閉 對 所以 沒有 會倒閉還有就是我很堅持 根本是不行在那邊強辯 沒有 這是我們大學的訓練 就是 他會提出一些問題 第二堂是畫什麼 第二堂開始啦 畫 我們就會把那個當代藝術家拿出來 就是說 你看他的線 他為什麼是這樣畫 然後我們就開始解析 解析完說 好 那你依照他的這個邏輯 來畫一條你自己的線 就是 他在看欣賞作品的過程 因為你知道嗎 有太多那種 比較現當代的藝術家 那個線條你根本也看不懂 就也不美 到底是在畫什麼 所以我希望通過他實作的過程 去對應說 他到底在這中間 像有一個 美國抽象表現主義 很有名 就是Jason Pollock 他不是在那邊甩 你知道嗎 有一個藝術家 一直甩那個畫 顏料用甩的 對 那你知道大家都會想說 那個顏料都亂畫 然後不然就是 哇這個甩的有深淺 根本不是那樣子 好像真的 就是 他重點就不是那個深淺 因為你不能用傳統觀看的方式 在看這個畫 他重點是什麼 你在畫裡面看到身體的介入跟姿態 因為一般畫畫我們都這樣 他是用身體一直甩 一直甩 所以你知道他背後就會拉出來 那種叫行為藝術 因為你身體開始在運動 這些東西是你沒有辦法 你用講的沒有Feel 你甩甩看 你甩就一定會 動作就會下去 他們就問說 那老師那這樣甩這樣 又怎樣 我也會甩 學生最會講這一句 我就給他看 我說這1941年他這樣甩 1978年他還在甩 你可以甩30年 然後他每個人都 我覺得人生好像還有比較多好玩的事情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我們是不甩 就是不甩我爸30年 不甩 所以我就會跟孩子講說 藝術是騙得了別人騙不了自己 你可以叫自己甩 你甩30年你甩甩看 要嘛你就瘋了 所以他一定是有 他在追尋到某些東西 那個東西是他自己知道 他在追那件事情 他才有可能這樣做 你就說他有一個追求的目標 就是他想要在這裡面去找到一些 再鑽下去 很像博士論文這樣有沒有 就那個點你要一直在這樣 博士後再往下鑽 但是你不能假裝說 反正那我也會 我就來假裝這個形式 就人家的甩可能有他的 甩的厲害之處 一定有 對 甚至他一定有一個信念他在追 就跟日本那個畫點點那個 其實藝術家都是 對 一直畫 而且你要透過長時間的實踐 讓大家一開始不相信你 你做到30年 每個人都相信 他一開始畫的時候 神經病也就知道神經病 他跳機到美國紐約 他那時候就是行為藝術家 然後就一直畫點點 人家說他就神經病 但他確實有 藝術家本來就是偏執狂 創業家也是 他說第三堂課 超多的 第三堂 不要再逼他了 他其實是唬爛的 沒有 24堂 我就問到他第幾堂 我們把24堂課給他問完 可以啊 你確定嗎 第三堂是什麼 第三堂用非筆的東西 來創作一條線 什麼叫非筆 不是用筆 不是用筆 然後第四堂是在影像中創造線 因為那時候流行 錄像藝術 也就是說線不是只有我們想像中 2D一條 第五堂 在空間裡面創造你的線條 所以你可以用鐵絲 你可以用幹嘛 所以那個感知已經 有點快到劇場了 還有啊 如果小小朋友 用餅乾創作一條線 你知道嗎 你在捏餅乾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最好玩的就是 我們有一堂很好玩的課 就是用餅乾捏出角色 你要寫腳本 然後再拍成足隔動畫 通常小朋友的腳本就是公主跟王子 然後怎樣怎樣 可是你知道做餅乾的過程 每個喉水都一直流 一定會有小朋友偷吃 我覺得你這個課的問題就是 就是你沒有讓家 家長沒有這個sense 家長沒有這個概念 所以如果真的要做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應該要 有一個類似導讀 然後是前面的這個 有點像那個音樂會有導靈 你說導讀家長嗎 導讀家長 那家長知道說 我們這個第五堂課 在學的重點是什麼 我沒有 先把他們灌醉 對 然後讓家長知道說 原來後面有這樣的學問 這麼大的能量 對 然後他想回去做這些事情 他才能夠 理解 應該說你要先教育出 有品味的家長 那有品味的家長 我才一堂課才收450 我要教育出有品味的家長 沒有 你不能這樣想 你說一堂課450 可是想的是接下來24堂課 他每堂課都來 那你有做這個工作 你有做這個工作 你就第四次就成功了 就一萬二了 對不對 你第四次創業就成功了 今天我們三個 就不會做在這裡了 這樣是好的嗎 好的啊 等一下 可是我同意Benson講的 而且 我有種藝術家的驕傲 就是說 你不懂 你是在那邊 差不多小 你就交給專業了就好 你聽得懂嗎 我知道 我們辦實驗教育 有時候也會這個樣子想 就是說 那你不懂 你就把小孩交給我 你又不信任 對 但是我回過頭 有時候你不去跟家長做這種溝通 他這種誤會就一直存在 同意啊 而且我還會罵家長 那你會辛苦 那孩子搞不好也辛苦 我還是很開心 沒有 就像那個孩子回去 又被逼要再換第二次 那個是很特別的 對啊 剛好跟我相反 我是讓我女兒去學鋼琴 然後那個鋼琴老師就叫 然後那個 他就跟我們說 他就跟我女兒說 你那個回去 你要練習幾個小時 因為跟你一起來學的那個 人家都有練習 所以他現在已經 彈到什麼第幾樂章的什麼 第幾級了這樣子 第幾級了這樣子 那我們就不檢定了 我們家就不檢定 我就是讓他去喜歡鋼琴而已 喜歡彈鋼琴而已 結果那個 我女兒回來跟我講 我就說 我就說 蛤 要練習 說不用練習 我們想要練習 我們去那裡彈 就是在練習了 所以我就去跟那個老師說 我跟你講 我們來這裡練鋼琴 就是在練習 我彈這個 只是對他有個休閒 有個娛樂 他開心就好 我們也沒有要檢定 我們也沒有要幹嘛 我只是讓他喜歡這件事 如果遇到你這種家長 然後有一天 有一天這個老師 就開Podcast 就講說他以前遇到一個學生家長 恐龍家長 送來 然後也不認真 然後這個老師的朋友還跟他說 你就是要去開一堂課 教育那個家長 沒有我覺得這個事情是這樣子 就是說 你說這件事情到底是家長對 還是老師對 我覺得可能都對 對 其實大概價值觀不一樣 對 沒有錯 那你去找 如果說家長去找到一個老師 價值觀是不一樣的 那當然大家都會痛苦 老師也痛苦 家長也覺得說 你怎麼給我孩子這樣的要求 所以我剛才提到說 跟家長溝通 或是把你的課 先讓家長知道說 這個是怎麼一回事 那也是讓家長知道 你的價值觀是什麼 對 如果家長知道說 那這個價值觀跟我不合 我就不會來 不會造成誤會 那你就不要再來 就不會讓孩子報名 因為我會講這個原因就是說 對我來講就是 不論是學畫圖 學鋼琴 或者是學這個 我們這個叫統稱 類似我們就叫才藝的東西 我個人會覺得 就是你要把它變成一種 既然叫才藝了 它就不是一個 它是我們生活裡面的一個部分 對 而不是把它當成一個 一個學科或者是一個目標 你的前提應該是 這個會讓你的小孩移情養性 或者是 會喜歡 喜歡這件事情 會快樂 他喜歡這件事情的本質 可以讓他開心 或者是有啟發有探索 對然後這個東西是讓他 不論說 將來比如說他到了一個年紀 有時候像我們 比如說我們壓力很大 因為我們會打籃球 我就會打籃球 我會彈吉他 我就會去彈彈吉他 自己跟自己對話 舒緩一下 我會畫圖 我會畫油畫 畫畫很療癒 我就會自己 就是因為你探索 我們幫忙他探索了很多 而且他有一定的程度 所以我最喜歡那件事情 所以在我最煩躁 我找到出口的時候 我喜歡那件事情 我就去做那件事情 沒錯 然後我覺得這樣子會比 自己的觀念會比真的 你叫他去學什麼 學什麼 其實我們大人都會有個目的說 你學了這個 你就要拉拉拉拉拉拉 什麼程度 什麼什麼什麼 那個都是 太 我們自己太強加在上面 太公益了 講一個最簡單的就是說 為什麼小孩子都喜歡 打電動玩具或什麼的 因為他就覺得從裡面 得到成就感 又趣味 又什麼 他覺得那個對他來講 有宣洩又可以什麼 沒錯 所以他就會 可是如果我們把每樣東西 都變成是電動玩具 對他來講都是像電動玩具一樣 所以如果爸爸爸爸 不想要打電動玩具 就說 你一定要給我打到第幾關 你沒有打到第幾關 你就不要給他睡 我跟你講 對 那個小孩子就 我跟你講 就瘋了 這個真的蠻有用的 對 你就這樣 每個父母都是這樣子 你講飯的 寶可夢 你那麼厲害 你抓了幾支罐 你沒有給我抓到100支罐 你不要給他睡 對 我還要檢查 然後他突然就覺得說 每天要抓幾支罐回來 對 你只要 想要禁止他 你就 對 更逼他去做那件事情 所以明天 今天沒有做到 明天放學給我打4個小時 抓罐 沒有打到 凌晨3點不要給我睡覺 對 我在開玩笑 結果明天全部都執行 要促進生育最好的方式 就規定 每一個人只能生一胎 對不對 你只能一胎 沒有 之前有個脫口秀說 如果每一個爸媽 都用禁止我們早戀的方式 來禁止我們談戀愛 我們生育率可能是增加的 就是你知道 你現在談戀愛 現在爸媽都是 哪時候要結婚 哪時候要生小孩 你反過來 不准給我談戀愛 不准給我結婚 現在很多媽媽 爸媽是真心 不准你談戀愛 但是你知道嗎 孩子就是這樣啊 不准是不是 我就偏要結 然後你知道 脫口最後就是 你知道嗎 就是以後結婚就是超屌的 就是很叛逆的代表 我就是要結婚 我就是要結婚給你看 你偏 你偏叫我不要 我就是偏結給你看 對啊 沒有這是一個開玩笑 各位聽眾 我覺得就是 但是有時候 我們一直在講這件事情 就是爸媽一直要 強迫你做什麼 你就是很賭氣 就是不要 對啊 像我 我到現在都很喜歡吃泡麵 因為你爸媽叫你不要吃 從小我媽就說 不准吃 泡麵有毒 變成木乃伊 對 然後一直說不准吃 就是又一直禁止我們吃 所以長大有一天 你沒有人可以管 你不能吃泡麵 你就是要突破 你去泡麵好好吃 對 所以 沒有這是真的啊 對啊 泡麵本來還真的是很好吃 對 但是爸媽越近就越好吃 對啊 我小時候也是我爸媽也不准我吃 對啊 後來吃飯 時間 靠 又超過了嗎 超過了 所以好 那個 因為我們今天是錄播 所以 maybe我們在星期一的時候 我們會同場在線跟大家一起 什麼 回應啊 因為我們每次在直播的時候 是沒有辦法直接回應 但是我們可以變成觀眾 還這樣 你們不想是不是 好啦 那我一個人在你播 你現在講 我沒有人會聽 你這個這一集講到最後再講 然後到時候 禮拜一播的時候 人家已經對新看到完了 對不起 也不專業 對不起 好啦好啦 反正 反正你們看到我 就 看到我們在下面回應 就不要太驚訝 好啦 你就自己在那邊回應就對了 好啦 那EP 今天是EP11 EP11 我們到這邊結束 然後 大家下週再見 掰掰 掰掰